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瑞芳曾说 阳气决定长生 当人体有不适的时候 体内就好比是阴冷潮湿的天气 但太阳一出来 这种环境就不利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了 从春天开始储备和养护阳气 是一年的健康之本 而养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吃姜 您可别小瞧了这几片姜 著名国医大师陆志正就是生姜养生的受益者 有着90岁的年龄 40岁的心脏 陆老每天进餐的时候都会吃两三片生姜 已坚持吃了40多年 每年陆老都会体检 检查结果都是一样 所有数值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所有的结果都是胃健明显异常 血管弹性跟四五十岁的健康男性一样 除了自用 陆老开芳也经常用姜作为药引 两种姜疗吃出人参的功效 吃姜说出来简单 但是一块姜买回来 烧个菜切了两三片 剩下的不是烂了 就是干了 用掉的没有扔掉的多 特别浪费 等下次要用的时候又要重新买 关键是有时候你要着急着用 时间不对 还没地方去买 今天要和各位说的是两种 可以汲取汲吃的做法 如果在春天适量正确吃姜 养生保健效果比人生还好 一 醋泡姜 生姜中所含的姜油铜 姜细分等物质具有抗凝血功能 平时吃一些生姜末或姜粉 血液会保持良好状态 不易出现血栓 用醋泡过的生姜 借助醋的收敛效果 把生姜的发散和温暖作用 发挥到极致 提高人体体温的同时 让体内湿寒消失 醋泡生姜是生姜里的一部分 融入到醋中 能促进血液循环 并降低血液中脂肪的含量 有降血脂的功效 有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可以食用 醋泡生姜又名还魂汤 具有养胃 减肥 防脱发 防止慢性病 提升人体洋气的功效 国医大师陆志正 每天必吃的就是醋泡姜 醋泡姜材料 生姜 米醋 陈醋也可以 适量密封容器 做法 一 生姜洗净晾干水分 切片 不要切得太厚 太厚了后期的浸泡不容易入味 不用去皮 尽量切得均匀 二 把切好的姜放进瓶子里 随后把米醋倒入瓶里 注意 这个瓶子一定要洗干净 瓶子里面不能有油 以免生姜变质 米醋一定要没过姜片 不能让姜片露出来 三 放入冰箱冷藏室 一周后即可食用 用法 每天三片 七点到九点未经当令 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 促进消化 一般情况下 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 尤其是晚上 因此方位长期使用 量不一大 功效 一 防脱发 抗衰老 中医认为 生姜性温热 能起到温暖 发汗 植藕等作用 生姜中所含的物质 还能对付养自由基 抗衰老 对于脱发人士来说 生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减少脱发 二 扩张血管 生姜可以清洁 扩张血管 改善血液循环 能提高免疫力 降低胆固醇 增强消化吸收 醋还有扩张血管的功效 有效减少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二者强强结合 可以说是给血管上了双重保险 三 缓解关节炎 姜黄中的姜黄素属于多分类物质 具有抗发炎 抗氧化等作用 能有效消除关节炎症 抑制关节炎并发 四 发汗解热 醋泡浆能促进血液循环 振奋胃功能 达到健胃 止痛 发汗 解热的作用 五 排毒养盐 醋泡生姜中的醋 可以增强肠胃道的杀菌能力 使肝脏和肾脏的功能得以增强 促使体内毒素的排出 从而达到保养肌肤的效果 六 缓解手脚冰凉 生姜性热 是补阳气的最好食材 一般人吃上两个月 就会大大提高人的阳气 身体就开始暖起来 手脚就不再冰凉了 七 有助长寿 姜中含有姜蜡素 有健胃作用 能促进胆质分泌 有助于消化 先生孔子有句话 不撤姜石 孔子活了七十三岁 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长寿了 这与他不撤姜石的饮食习惯分不开 二 姜打粉 醋泡姜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只能吃 不能用 相对而言 姜粉的用途就广泛多了 既能泡水喝 又能泡脚 泡澡 在超市或者其他渠道 经常能看到姜粉的踪影 但是姜粉的原材料 是否放心就不可考了 不排除有私家小作坊 低价收购劣质 变质的生姜做原料 用来加工成姜粉 据北京商报报道 某品牌姜粉 因二氧化硫残流量超标 被点名 二氧化硫被人体摄入过多 会在体内大量续肌 损害胃肠 肝脏等器官 并会出现呼吸困难 腹泻 呕吐等症状 通常买一斤姜粉要一百元左右 自己做起来就划算多了 三十块钱就能做出一斤 零添加的姜粉 在家就能自制哦 自制姜粉做法 一 把买来的姜洗净 洗完的姜控干水分 待用 把姜片切薄片 尽量切均匀 二 切好的姜片 均匀码在透气的工具上 放在阳台上撒 如果是北方有暖气 晚上可以直接放在暖气管上 放在暖气上的姜片 一夜就变干了很多 如果是南方家庭 可以用烤箱烘干 三 第二天可以接着晒姜片 第三天就可以做姜粉了 用料理机打碎 打碎的姜粉进行过筛 四 过筛的姜粉再晾一会儿 晾好的姜粉 装在干净的玻璃瓶里保存 用法 姜粉可以泡水 泡饺 泡澡 比如在全麦食品 蔬菜撒上姜粉时用 粥里也可以撒姜粉 和蜂蜜 红糖合着泡水 还可以外敷 比如用姜粉和面粉一比一 调成糊状 摊在宣纸上 然后敷在发凉的关节上 10到15分钟 致寒湿 功效 一 改善睡眠 生姜粉泡脚 能够很好地刺激足底穴位 增强各系统的新陈代谢 从而使人体放松 缓解疲劳 改善睡眠质量 二 驱寒缓解感冒 将两勺生姜粉加入热水中 给感冒病人泡脚 生姜粉能够有效地防止症状进一步发展 阻止感冒 即使没有感冒的人 生姜粉泡脚也能够起到驱寒的作用 帮助预防感冒 如果不小心受风着凉 这时候放入适当的姜粉与热水中 舒舒服服地泡个澡 洗完后会发现从没有过的轻松 感冒也会迅速好转 三 清除老年斑 姜粉中所含的姜辣素 和二本鸡根碗类化合物的结构 均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作用 中老年人常吃生姜粉 可除老年斑 四 防晕车 生姜粉可缓解晕动病之头痛 眩晕 恶心 呕吐等症状 且药效可以维持四个小时以上 五 减肥 甘肃省卫生剂生委主任 甘肃宁县人刘维忠曾发文 他每天喝水倒两勺姜粉 大概半个月 从79公斤降到67公斤 瘦了24斤 减肥效果非常好 其实原理也很简单 肠食姜粉能够增强脾胃功能 有助于肠道蠕动 从而让肠胃更好吸收食物中的营养 使人慢慢开始变得健康苗条有魅力 六 抗癌 无论男女 55岁后大多都会有身体疲劳和体温偏低的倾向 有研究显示 体温越低 癌细胞越活跃 而每天用姜粉能有效促进身体清晨代谢 提高体温 从而实现抗癌的功效 最后医生提醒 姜粉虽然方便保存 也很便携 但是因为无添加 一次不用做太多 免得放久了不新鲜 醋泡姜和姜粉可以分开用 也可以合着用 但如果是吃 要注意每天不能超过10克的总量 否则容易上火 也可以早上吃三片醋泡生姜 晚上用两勺姜粉泡饺 如果泡澡可以根据水量多放一些 没想到生活中普通的生姜 竟然对身体有这么多好处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专注于各位中老年朋友的情感疏导 养生健康 性灵陪伴 说起大葱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它既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食材 也是一味具有多种养生公教的中药 大葱中的维生素含量是苹果的十倍 同时还含有丰富的钙 铁 铃 以及强抗氧化物 扇 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 大葱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佳品 但事实上 很多人不会吃葱 导致大葱的功效 无法完全发挥 那么大葱究竟有哪些养生功效呢 我们在吃葱的时候 又存在哪些误区呢 大葱的养生功效 1.杀菌 大葱中含有的蜡素 以及挥发性精油 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 夏天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人 可以适当多吃些大葱 起到杀菌排寒气 保护呼吸道的功效 2.促进消化道 葱具有刺激机体消化液分泌的作用 在食物中加葱 有助于促进肠胃消化 增进食欲 对脾胃虚弱引起的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有较好的改善作用 3.解毒散热 大葱卫心 性微温 具有发表通洋 解毒调味的作用 大葱中的挥发油等成分 可以刺激身体汗陷 促进发汗散热 葱油还会刺激上呼吸道 使年痰更容易咳出 因此 吃葱对于风寒感冒 阴寒腹痛 恶寒发热 头痛鼻腮等失毒 热毒症状都有较好的缓解作用 4.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经常食用大葱 可有效降低人体内 坏胆固醇的堆积 此外 大葱中还富含维生素C 对舒张小血管 促进血液循环有较好的功效 因此 常食大葱 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 十分有益 5.壮阳 大葱中含有多种维生素 能保证人体激素正常分泌 同时还能起到刺激性与 壮阳补阴的作用 非常适合男性食用 医生提醒 大葱胃心并具有一定的刺激性 所以一次不宜食用太多 否则易对肠胃造成负担 吃葱的常见误区 误区一 只吃葱绿 很多人吃大葱时 只用葱绿部分 而葱白葱根部位 则常常会被直接切掉 实际上 葱白葱根中的营养 也十分丰富 葱根 营养之根 葱根与葱白相连 这两个部位 有大量的挥发油 大蒜蜡素 西饼鸡牛米等元素 相比葱绿 有更好的杀菌功效 另外 葱白与葱根 还具有抗氧化 治便血 预防感冒 肠道及呼吸道感染 缓解肌肉疼痛等功效 医生建议 大家吃大葱时 可将葱根洗净剁碎 与葱绿一同加入菜中 千万不要随便扔了 误区二 高温加热后再吃 很多人吃葱时 都喜欢采用炒制 水煮或是油炸的方式 但这样做 会严重破坏葱绿中的营养物质 使营养大量流失 而很多高明的大厨 在做菜时 都会选择最后撒上一把生的葱花 不仅美味 还能最大限度地 保持大葱的营养价值 推荐菜谱 葱齿汤 空调防加饮 原料 葱30克 蛋豆齿10克 生姜3片 黄酒30毫升 做法 葱 蛋豆齿 生姜加水500毫升 同间 煮沸后再加入黄酒 煮开1-2沸即可 此汤具有 发散风寒 里气和中的功效 适用于外感风寒 恶寒发热 头痛 鼻塞 咳嗽等症 夏天在空调房里 待得比较久的朋友 可以食用这种汤 来预防疾病入侵 葱白粥 消肿 提气 补心 原料 葱白10克 精米50克 白糖适量 做法 先煮精米粥 待粥快好时 把切成段的葱白 及白糖放入即可 此粥具有 解表散寒 和胃补中的功效 适用于风寒感冒 头痛鼻塞 身热无汗 面目浮肿 消化不良 痛肿等病症 对胸中烦闷 失眠多梦 也有较好的缓解功效 一 风寒感冒 用法 葱白头三到五枚 洗净切碎 用废水冲泡 或加生姜三片 水煎 趁热饮浮 汗出一浴 即刻见效 或用葱白一段 碾碎取枝 分几次饮用 也有较好的功效 二 风寒鼻塞 用法 葱白头捣烂几枝 涂抹于鼻唇间 可使鼻通 或将葱白捣烂 放入杯中 冲入开水 用其热气熏蒸口鼻 三 急慢性鼻炎 用法 取葱白段适量 捣烂角枝备用 在碗间先用淡盐开水 将鼻腔洗净后 用棉球蘸葱汁 塞于鼻腔内 左右胶体栽入 四 胃痛反酸 用法 取葱白四段 捣烂 与红糖一百克搅匀 放入盘中 用锅蒸热食用即可 食用量为每日三次 每次九克 五 跌打 损伤 肿痛 用法 将葱叶根 切细 捣烂如膏 浮于患处 可起到消育散肿 止痛疗伤的作用 六 痔疮肿胀疼痛 用法 用连根葱一把 煎汤 分早中晚三次 熏悉患处 七 用疮肿肿毒 用法 取葱适量 洗净 捣烂 以醋半枝 然后炒热 敷于患处即可 八 小儿一尿 用法 取葱白八根 硫磺三十克 一同倒枝 睡前敷于肚脐之上 连敷两三页即可起效 九 风湿性四肢麻木 用法 取大葱六十克 将十五克 花椒三克 用水煎服 每天两次 十 鸡眼 用法 先将患有鸡眼的角 置于热水中 待鸡眼表皮软化后 用消毒后的刀片 将鸡眼表层轻轻削去 然后敷上捣烂的葱白 外用纱布覆盖 并用胶布固定 每日换药一次 一般连敷两到三次 即可见效 医生建议大家 家中常备一些大葱 无论是做菜 泡水 还是生吃 都能起到很好的功效 说完了大葱 我们再来说说小葱 其实小葱的养生功效 也非常多 小葱的营养价值 每100克小葱中含水分90克 蛋白质2.5克 脂肪0.3克 碳水化合物5.4克 钙物14毫克 061毫克 铁2.2毫克 胡萝卜素0.46毫克 维生素C15毫克 此外还含有原果胶 水溶性果胶 硫氨素和黄素 烟酸和大蒜素等多种成分 小葱的保健价值 1.促进消化吸收 葱还有刺激机体 消化液分泌的作用 能够健脾开胃 增进食欲 2.解热 去痰 葱的挥发油等有效成分 具有刺激身体汗线 达到发热散汗之作用 葱油刺激上呼吸道 使粘弹易于咳出 3.抗菌 抗病毒 葱中所含大蒜素 具有明显的抵御细菌 病毒的作用 尤其对立即肝菌 和皮肤真菌抑制作用更强 4.葱还有降血脂 降血压 降血糖的作用 如果与蘑菇同时 还可以起到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5.防癌抗癌 香葱所含果胶 可明显地减少结肠癌的发生 有抗癌作用 葱内的蒜辣素 也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没想到大葱小葱的营养功效竟然这么多 这种便宜又实惠的养生菜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哟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之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大家都知道 心脏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之一 如果心脏停止跳动了 那我们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随着人们意识的提高 很多人都对自己的身体各项器官极为重视 所以养护好心脏 就是养护我们自己的健康和长寿 心脏是全身动力源 它若出问题 健康将受到巨大威胁 人过了60岁之后 心血管开始逐渐堵塞 而给心脏提供血液的冠状动脉 是全身最容易堵塞的血管之一 动脉周样硬化 说白了 就是血管内皮受损 有害之至沉积 变成脆硬的斑块 堵塞血管 一旦直至斑块脱落 则可完全堵塞住冠状动脉 此时 人们在活动时会感到心脚痛 严重时则会直接导致心肌梗死 现代很多人经常在做让心脏受伤的行动 比如熬夜 抽烟喝酒 情绪激动 吃高盐高油的食品等等 这些行为注意不当 都极易引发心脏类疾病 早前就有新闻报道 长沙32岁的李先生 在一家教育机构工作 近年来工作压力增大 作息不规律 他时常觉得凶闷 经长沙第三医院检查 李先生被确诊为关心病 其关脉血管的分支 堵塞近百分之八十 长沙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 四病室主任王勇提醒 关心病 心肌梗死 已并非老年人的专有疾病 任何人 任何时期 都有可能发生 李先生跟父亲聊天时提及 自己多次胸闷 胸痛 李先生父亲 曾因为心肌梗死 先后两次住院 并置入了心脏支架 他听到了儿子的情况后 意识到情况可能不对 要求李先生 马上到医院检查 在长沙市第三医院 心血管内科门诊 李先生的心电图提示 已经出现明显的心肌缺血 医生诊断 李先生为关心病 需要进一步进行 关脉噪音检查 以明确心脏血管情况 他还那么年轻 怎么可能有关心病呢 李先生的母亲不解说 关脉噪音检查的结果 让所有人出乎意料 李先生的关脉血管病变 十分严重 左前降脂堵塞 将近80% 而首选的治疗方式 就是置入支架 近日 随着两枚心脏支架 置入成功 李先生的凶闷症状 立马消失了 病因 不规律用药 加不健康的生活作息 十年前 李先生被诊断出 患有高血压 但他一直未重视 我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但想着自己还年轻 身体也能吃得消 就没有规律服药 除了患有高血压 李先生还有吸烟 熬夜的习惯 这全都是导致 李先生年纪轻轻 就患关心病的因素 长沙市第三医院 心血管内科 四病室主任王勇解释 随着社会的进步 生活节奏加快 工作压力加大 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肥胖等 引起关心病的因素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根据2019年 流行病学调查统计 6岁至12岁儿童 患高血压的患病率 为4%到5% 而12岁至18岁的 中小学生 中高血压的患病率 甚至达到了14.5% 糖尿病的患病率 也逐渐年轻化 如果再有吸烟 饮酒等不良嗜好 关心病的患病风险 则会成倍增长 关心病是冠状动脉血管 发生周样硬化病变 引起的血管狭窄或阻塞 造成心肌缺血 缺氧或坏死 而导致的心脏病 王勇医生介绍 世界卫生组织 将关心病分为五大类 无症状心肌缺血 心脚痛 心肌梗死 缺血性心肌病 和猝死 当众多的致病因素 慢慢叠加 在遇到导火索 如情绪激动 劳累 熬夜后 危险就发生了 若没有及时送到医院 严重的甚至可能 引起死亡 那么我们该如何 更好地养护 我们的心脏呢 医生建议 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多吃十种 养护心脏的食物 可以达到强心护体 身体健康长寿的功效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都有哪些食物 牢记八种 能让心脏 更强健的明星食物 劝您餐桌常备 一 黑豆 黑豆能够促进排便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 黑豆也是对心脏 十分有益的食物 一方面心脏中 叶酸 铭元素 抗氧化成分丰富 叶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 同型半光氨酸的含量 会降低中风 关心病的风险 铭元素能够让血管 肌肉舒张 而抗氧化成分 则能够消除自由基 保护血管内皮 即便是我们熟知的膳食纤维 也能够刮除肠道中 多余的脂质 为心血管健康助力 煮黑豆 黑豆粥等 都是很好的选择 二 深海鱼 深海鱼类存活于 温度很低的海水中 为了维持血液的流动性 它们体内的血液流动 很顺畅 得益于它们大量摄入的 海底藻类 这些藻类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 流动性强 有助于体内的血脂转运 而不至于沉积在血管壁上 要知道 鱼油本就是降低 甘油三脂的一种药物 对养护心脏非常有帮助 三 核桃 核桃和它的油料制品 也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对血脂心脏健康有益 核桃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 不妨偶尔吃一吃 四 杏仁 杏仁也是对心脏有益的食物 它里面的食物滋醇和健康脂肪值得点赞 每天一小把杏仁 拿杏仁煮粥 做配菜 当小零食都是不错的选择 五 大豆 毛豆 我们都知道 吃大豆毛豆容易放屁 这主要得益于 它里面所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这种物质 虽然会加速肠道发酵 产生气体 但可降低血脂 维持心血管健康 此外 大豆中的优质蛋白 还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对于女性来说 还能够帮助补充天然磁激素 六 红薯等粗粮 现代人吃太多精细粮食 是造成心血管不健康的重要因素 太多的精细粮食 一方面会冲击血糖的控制能力 另一方面 还会变成多余的脂质 有害心脏健康 不妨提高粗粮的比例 减少精细主食的摄入量 好的粗粮包括红薯 燕麦 玉米等等 七 亚麻籽 亚麻籽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 是我们日常食用的植物油的好几倍 除此之外 亚麻籽还富含对心脏有益的木分素 市面上有不少用亚麻籽制成的美食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不妨吃一吃 八 樱桃 蓝莓等浆果 颜色鲜艳的果蔬 富含抗氧化成分 这些成分能够与自由基发生反应 成为我们血管内皮的保护队 常见的有益果蔬包括蓝莓 西红柿 樱桃等 那么以上就是有益心脏健康的八种食物 您都记住了吗 在生活中 老年人可以坚持患者吃 促进心脏健康还能长寿 最后医生提醒 疾病预防必须从小做起 年轻时就要改掉不良习惯 如吸烟 饮酒等 要注意合理饮食 适当运动 保持心理平衡 积极控制高危因素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